好 我们通报来关心是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 赴政大演讲学生提问大陆对台统战的议题 赵绍康表示说台湾不应该怕大陆 国方应该要积极进去 让大陆看到台湾的优点 认为应该再录实施台湾制度 实施评论员陈凤欣透露说赵绍康三种中心思维 来争取大家的支持 他怎么分析带您一起来听 赵绍康他从以前到现在 他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态度 那个态度就是开放交流对两岸都好 这是一个基本态度 然后第二个他相信台湾制度的优越性 他相信越交流两岸之间 其实台湾能够影响大陆的 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 就两岸之间的制度会越来越相近 然后第三个部分是他不到大陆做生意 他不到大陆做生意 所以我觉得这三件事情 组合了他的基本的中心思维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见 可是他的这个中心思维 是三十几年来你会发现他都没有变过 就是说他很坚定的相信 两岸之间交流是好的 绝对你不可能说 因为中国大陆壮大了 然后你就自己开始 就是你就鄙视自己 他认为现在民进党所有的这一些 担心这个来统战 担心那个来认知战 都是鄙视自己的行为 所以他回答的会那么样子的 就是直接直求 对啦 他不是为了讨好年轻人 你要注意他无意讨好年轻人 他只是要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我就是这样的赵少康 然后我愿意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来跟大家争取支持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在选前当初一个月访中 被民进党拿来做文章 不过对此 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就说 正值台商会换届 这个时候去关心很合理 而且都是公开的活动 并不像民进党对台商 根本不闻也不问 台商会现在正在交接会长 在换届台商也是要选 他们自己的会访 那我刚刚去查了一下 他到程度也是台商在换届 中国国民党一向关心台商 那民进党是对台商 这个不闻不问 只希望台商多赚点钱回台湾 我们去年赚了大陆 一千六百只美金 但是这么多钱 但是民进党对台商做了什么 服务了什么 台商有问题 民进党有帮他们解决吗 台商假如说因为法律问题 被抓被关 台商有去 这个民进党有去看望过他们吗 所以我觉得夏立言 这位时间 刚好他们这个时候换届 那换届的时候你不去 你等到换届以后再去 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我是觉得说 而且他并不是跟官方去接住 他去的都是台商的所在地 几个地方 因为台商都在换届 所以我觉得也不必大惊小怪 就正常的交流 假如真的要搞什么秘密动作 那也不需要这样公开的 然后去一个台商一个台商的 所在地去拜访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我觉得该做的事就做吧 也不能因此就不理台商 美丽岛电子报第八九波民调显示 柯银派出现止跌反弹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 他从民调做一个分析 认为柯文哲将在选战最后 扮演一个左右选举 一个关键的角色 不过现在柯文哲因为创了柯PTV 成功拉台面签选票 吴子佳因此建议国民党 其实应该要派出赵少康 跟柯文哲在网络楼台来护杠 柯文哲是这一次整个大选中间 最后的关键30天里面 他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左右选举的角色 左右选举角色主要就是 20岁到40岁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中间选民 然后柯文哲在这两个区块里面 非常有影响力 然后他本来已经趴下去了 因为他在这个登记参选之后 我们都知道跑去加里敦 他先是加里敦 然后再来他变成 现在变成加里直播 策略不一样了 他搞一个电视台变成KPTV 我们开始也看不起他了 搞这个有用吗 结果就发现说不对 他是唯一的总统候选人吃完了 所有直播的议题 所以他网路制霸嘛 对他网路制霸 他是变成一个超级网红 虽然他的这个流量啊 或收视率啊 各种能力都比不上我们 但是他的议题 因为他是总统候选人 所以他在里面 他骂人的这个传播效果非常大 我在礼拜一的时候 我有提醒国民党的高层 我说柯文哲这种打法越往下打越辛辣 他一个人霸占了网路的这个整个擂台 没有第二个候选人 我说我建议国民党 应该要派赵绍康 来进入网路的擂台 跟他互杠 对干的话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吧 如果赵绍康跟柯文哲两个对干的话 就是你副总统跟总统两个互咬 互咬的话就把版面抢掉了 可以拉抬柯文哲去咬谁呢 可以边缘化谁你知道吧 边缘化賴清德跟萧美琴嘛 萧美琴他不敢上啊 台湾面临少子化的冲击 超过了九成年轻人 对于家庭沉重医疗负担感到焦虑 包含了癌症希望基金会 还有制药协会等等多个医疗团体 邀请三党总统的候选人 代表讨论医疗政策 国民党代表苏清泉 他表示说 现在六都 包括65岁以上长者 都已经不用付健保 那他表示说 应该要扩及全国之外 零到六岁幼儿的健保费 也应该要用国家来做一个负担 减轻年轻人的负担 年轻人才会赶生也赶养 他说自己会向侯伴智库 建议这项政策 预计侯伴下周日就会提出 好 同步我们来关心的是 女星杨秀慧 因为她没有办法容忍照片 被盗用而报案 后来发文 痛骂政府根本纵容诈骗集团 引发了关注 前列委国产量分析 选举到最后要下梦 要让老百姓看到知名人物 出来指控 求助于政府如何无奈等等 这样人家才有感 而且侯跟副总统候选人赵浩康 都是那种除恶物尽的形象 所以一定会得分 我建议侯友宜 因为时间已经剩下一个月 这个政见 这个是主张 政见就要请当事人出来讲 才够血淋淋 我们很多 对不对 而且要有知名度 比如说他就真的就打电话 邀请陈昭荣 邀请你刚刚讲的 杨秀慧 杨秀慧 出来讲 对对 出来讲人家才会有感觉 对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要连同 他那个特征组 那他应该列出一个具体的表 说我如果当选 高端疫苗我一定从头查到底 去查有没有内线交易 过程中有没有谁图例 指名到姓 我真的认为一定要指名到姓 一定要直接刺到相关的人 或者是某个案 那这样的民众才有感 不然你这个就是泛泛的讲 比如说我一定对台南的光电案 立案调查 就是你要指名到姓 让老百姓知道 你到底要查哪一个 比如说新竹棒球场案 我一定就是要去测查到底 不然高宏安 坦白说没有中央政府 你没有办法查 因为你没有检调不在你手 金流你怎么会知道 对不对 所以我真的建议侯友宜 就是要指名到姓 那把这个最近这几年 台湾老百姓最有感的几个 大家就觉得是弊案 那怎么都没事 比如说巴西鸡蛋案 这个都把它列出来 快筛案 为什么那些小公司 可以拿到标案呢 我觉得就指名到姓奖 好 另外来微信 昔日有挺韩五虎将称号的陈清梦 规划在高雄举办挺科造势 跟现今的韩国瑜挺猴 态度大相径庭 对此时事评论员陈凤欣 他话说得很重 认为如果要打着韩国瑜的招牌 那你好歹也要尊重韩国瑜 如果你要自称自己是韩粉的话 那我觉得好歹要尊重韩国瑜 因为所谓的韩粉 你总是打着韩国瑜的招牌 在号召群众 那么请问一下 韩国瑜的招牌 真的可以被这些人拿来使用吗 谁可以用韩国瑜的招牌 他本人呢 事实上四年前到现在 我都觉得说 有些人呢 其实用韩国瑜的号召力 然后来成为自己的招牌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种绑架行为 是一种情绪勒索行为 那么这种情绪勒索行为 我觉得其实 当然韩国瑜 我觉得他是对于他的粉丝 他的支持者 是非常爱护的 可是我觉得长久以往 对韩国瑜本人也会产生 伤害产生影响 所以我觉得认真 如果他真的是韩粉 因为锅粉我就不知道了 柯粉要去挺柯文哲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而且我也觉得他们 这个自主性的办这个活动 这些事情 其实是很值得鼓励的 因为对自己的这个支持者 然后表达自己的支持者 是很好的 但是你要打着韩国瑜的招牌 去做违反韩国瑜意愿的事情 这件事情的情绪勒索 我实在觉得 这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现象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更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